继续开会 接着是由陈梅娟议员 执询时间15分钟 请 好 谢谢主席 我们教育部门的各位局所所长 各位议员同仁 还有我们关心高尔斯 各位乡亲 各位媒体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看来大家是累了 我们主席还很贴心 还准备了下午茶给各位 我想我延续我在市长证报告的 一个咨询的议题 其实我刚刚看到我们教育局的 业务报告里面 第106例里面有写到 推动行政减量 让学校教育回归教学专业 其实我相当肯定这句话 本来学校就是要 教学就是要回归它的专业 而不要因为教学 事项以外的东西 去困扰了我们学校 那事实上这次连续两个大风灾 是我们难以预测的一个大 所以造成很多的灾情 尤其是学校的灾情 是相当的惨重 那我今天特别就这个议题 再跟教育局局长 你来救教一个 这是我们一个学校 你看门口 这是我昨天去拍的 那门口前面还有一堆这样的一个 风在后的垃圾 那这是他们现在目前的状况 然后这个是学校 这个采光罩玻璃都已经破碎了 也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处理 那你看这个是一个廊道 就是中大楼通学走廊道 整个采光罩都破成这样 而且你看上面的玻璃还 好像要坠下来的样子 真的是很危险 我觉得这个是有利己性的 一个安全性问题 但是到现在还是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包括这个楼梯 你看这那么高 四楼五楼 你看这整个采光罩都不跳了 那学生在这边楼梯走 真的相当的危险 什么时候要出状况 谁都很难预测 所以就这样 我现在只以为这个都是冰山一角而已 其实这次的风灾的灾情 对学校冲击相当的大 就是那天我讲的 光是校友的树倒塌的 包括学校的校舍的被破坏的 真的无语素季 但是我现在想要请教局长 就这次的风灾连续两个之后 我们学校重创这么严重 你们有没有什么的对策 局长你简单的跟我答复一下吗 这次风灾有334所学校 我们已经把它分成ABC三级 刚才议员关心的平山国小 其实它是属于A级的 所以现在它的受损状态 都给了它规划设计费 先去规划设计 那等经费下来以后再进行招标跟施工 目前是这个状态 那这个不是平山国小 这个是其他的学校 每个学校都已经 对对对都会列在里头 我想要请教局长一个问题 你们这次总共帮准备灾后的一个重建经费 大概准备了多少经费 我们向中央报出去的整个灾损复原的需求 其实金额已经达到了 这个两亿八千六百三十五万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产情多厌重 那我知道的是 其实很多学校报出来都已经是上百万的 是的 所以如果说学校报出来的数字 你们应该不会打折扣 应该是可以照学校的灾后的 这些整理出来的清单 应该都可以买单吧 学校A级的大概有50所学校 就报了超过一亿千万 但是我们其实这个按照 所有风灾后的都要经过一个会刊 金额大的都经过会刊 会刊也让专业者可以去帮忙 可是有些学校跟我反映说 有都有去看过了 可是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消息 但是基于学校学童的安全 到刚刚我跟你讲 像这个楼梯间的玻璃 然后像这个采光罩的这个玻璃 这个是立即性的危险 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先马上处理 这个真的是很危险 你看这个玻璃都已经要掉下来了 议员其实说老实话 这种情况学校当然要先优先处理 有安全的部分他都先要移走 然后你要将来复原 要重新设计 那就是有规划设计费 好好的做一个设计 这个应该是没有规划设计的问题 这是安全性的 采光罩可能要再处理 那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学校 赶快去 学校应该这么做 学校他们也就提出申请 但现在都没有消息 有的学校会把当然有能干的学校 还有有些学校可能在等待 可是他们应该自己有基金 有先处理再跟我们申请 那我会后再把这几个学校的名单给你们 好不好 对的 我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尽快处理 那再过来我要跟局长讲的是 平顺公园 平顺公园它是体育处的用地 那他看过去 刚好在平山国小镇对面 这是一个平顺公园 看起来外观还蛮漂亮的 它里面旁边是一个公园 社区公园 那这边是一个篮球场 但是这一大片距离很大 这是在前任的一个里长 当时就跟请区公所跟体育处借了这块土地之后 由我们里办公室来认养 但是那个里长后来落选了 由新的里长接任 这个接任里长已经接任第二届了 已经管理到六年 他已经告诉我说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管理下去了 因为工部门没有补助他任何一毛钱 这么大的一个公园 一个篮球场的维护管理 完全是靠里办公室 那里长每个月自己要掏腰包 他要给这些志工 虽然这些都是志工 但是志工总是要给人家一点点查水费 不然你说长年以来下来 他们有的人年纪都大了 然后他说要补贴几个志工 一两千几百块都好 但是都是要里长自己来自理 然后包括维护管理 光是他这边的清扫工作 然后撒水都要撒上两三个小时 刚刚我给你秀给你看到这个公园维护 光是这个公园维护的管理清洁打扫 都是要靠他们里办公室自己来 事实上我知道前一任的里长是好意 但是问题是 真的里长没有办法自己去自筹这么大的经费 来去维护这样一个大型的公园 所以后来我也跟体育处谈过 我们里长的意思是他想要终止 不想再任养了 那当然终止任养 他都会还给区公所 再来就是要交给我们体育处 那是不是之后里长又希望说 我不任养 但是我希望跟部门看要怎么处理 不能把他放置在那里 把他丢在那里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局长 如果说里长时间到了 他停止任养 后续你们要怎么处理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答复一下 好OK 来 处长 主席还有谢谢这个梅建议员 对这个平顺公园的关心 事实上这个平顺公园 篮球场本身是体育处在委托这个区公的管理 那其实公园其他部分是其他单位的 但是事实上他却遇到一个 就是刚才你谈到的窘境 就是离场对这个篮球场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呢 就是他所需要费用清洁费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清洁费本身呢 是由这个区公所去协助处理 水电费或者里面的修缮费用 是体育处在做处理的 可是里长说没有人任何补助耶 一毛钱都没有补助给他们耶 他们都是自筹的耶 没有补助给他们的 就是说清洁费呢 就是区公所来支付 水电费是由我们来处理 没有啊 这个我再去了解一下 所以你是不是再去了解 因为里长他已经没办法再复合 这样长期 六年以来 他都要自己去遭遭这些经纪 所有的维护管理 光是修剪术啦 他们术都还要自己剪耶 然后清扫工作啊 洒水啊 然后整个环境卫生 那现在登革了 他们又担心 会不会被开罚啊 因为他们现在是 他们现在是任养单位 所以里长觉得 他没有办法复合了 所以他决定要中止 所以我们现在担心是 中止之后还给你们之后 那你们要怎么处理 不能马上丢在那里啊 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说所有的场馆都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有民间单位 他有热情有热心 愿意来协助我们处理 我们就定一个 所谓委外或任养的合约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拿出来做 我们按照其他一般常管理 那你知道这个公园 任养到什么时候截止吗 他到106年的时候 106年 106年就 明年 年初吗 那也就快到了吗 所以我现在这边 跟你们要求 赶快提出 要不然有其他单位 要赶快做任养的动作 赶快提出这个计划来了 不要我希望吴宏接轨 把它接上去 对合理 里长这边终止之后 然后你们要重新再作业 要去找人来维护管理 那中间放丢支在那边 变成一个会议区 或者变成一个 远近卫生的一个 治安的死角 我希望这个地方 都希望你们赶快加紧脚 好不好 好 我在这边提 那会后 我知道你们也要办会堪 一定要给我通知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请坐 那我再过来要跟 来 风灾后的西门遗址 来文化局 局长坐哪里 你坐哪里 让我看这边 来 我们西门 其实当时我们好不容易 把这个西门遗址给找出来 也把它保存下来了 整个周边我都把它 框出来 也请都化局 把它框成了一个 公园绿地 然后也变更成了 现在我们期待就是 这一个古籍公园出来 那早期 那时候已经 也跟文化部申请了 这个品会用 做得还蛮漂亮 把这个遗址都留下 结果没想到一个 风灾之后 打成这样 现况是这样 真的看了很心疼 那天我跟黄兆顺立委 我们还特别到现场去看 风灾隔天 我们就去看了 结果我觉得 看了实在心里也很痛 你看这么样一个 古籍保存 我们都很怕这些东西 把它压垮 把它压坏了 但是我知道说 后来文化局也有去做处置 等一下我请局长 等一下跟我报告一下 你们的进度 那风灾后的东门 同样的也是 才不忍睹 整个我们的东门 就在我服务处旁边 它这个整个 这个 就成巧 就是在之前 好像也曾经修过的那一面 刚好同那个地方 就又垮了一次 整个都垮下来 你看整个都垮下 这是从城墙看下去 这是从城墙看上去 那那天我们跟黄委员也跑到上面来看 整个都是这样 你看整个都垮下来 那为了 那时候我们 这是我们第二次去看了 第一次看的时候都没有盖 第二次看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它盖起来了 再过来 就是那天我们要上去 那个东门城墙的时候 这里整个都积水 那时候你看黄历委在干嘛 他在脱鞋子 我也准备要脱鞋子 因为整个都積水了 整个城墙里面都积水 积到快膝盖一半 这里积得蛮高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文化局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们现在对这个东西门的遗址 目前受到风灾的摧残之后 的状况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那我当然知道说文化部 他有他们的一个修复的计划 是不是请局长 你怎样跟我答复一下 你们未来要怎么样 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预计什么时候 能够把它做好 因为很多我们那边的居民 一直在问我们 怎么会把它丢成这样 他们都以为 我们没有再处理 所以我希望 我想要了解你们 现在进度如何 让我最起码 我可以帮你们跟市民 做一个解释 来 局长你请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知道陈议员 长期都非常关心 左营旧城 这个国定谷基的状况 那待会西门 我请副局长回答 那东门的部分 目前文字局 已经核定了 我们他整个紧急支撑的工程 那会在年底完成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发包了 现在发包了 发包了 年底完成是怎么样完成 紧急支撑 紧急支撑而已 对 现场要先做一个紧急支撑 所以现在还没有支撑吗 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现 它有点问题 我们自己先做 可是那时候文字局 都还没有确定 核定我们做紧急支撑的部分 那如果说再过来 还有大的风雨呢 怎么办 基本上做了紧急支撑 大的风雨是还OK 不会影响吗 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比较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对 因为其实 我原下来看了之后 它发现其实不是 古基本体的问题而已 最重要是它整个区域排水 跟的问题比较大 现在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们要进东门的时候 积水积得很高 包括里面 城墙里面 整个那片块 哇 变成河川耶 排得很严重 那水流很急 这样是一个河流耶 那不是一个草坪耶 变成是河流耶 有有有 那很严重 那排水问题我也觉得很奇怪 当时为什么没有 做这种排水系统 应该说它要整体去 检讨它整个区域的排水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上个星期 也邀请了水利局 还有永清国小 然后还有受伤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 一起来会刊 然后我们会提出一个 一个补充计划给文资局 会针对排水的部分 我们会再另外处理 因为排水没有解决的话 未来它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看 对 会有它的危险 那西门的部分 我请副局长来回答 谢谢 好 有关西门的部分跟议员报告 因为西门的棚架倒塌 那因为西门的成绩是在地底下 那目前状况还好 但是现在被这一些倒塌的棚架压住了 那我们目前是申请文化部的灾损的经费 因为文化部对于东门的部分已经核定了 但西门的部分他们认为 因为不是本体而是棚架 所以这个部分要晚一点 那不过文化局 我们这边马上在这两天 已经把整个西门的 目前摊下来的棚架 用黑网布把它盖住 主要就是为了防护西门的成绩 受到再次的雨水 或者是其他的破坏 这个会有很多钱吗 我们目前预估是210万 210万 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因为它那个棚架 其实重量还蛮重的 但是那个城墙它是一个土制的 我们怕它压太久 它会松垮之后 就整个瓦解了 而且又加上雨水 万一再过来又有一个风雨 那个台湾即使不进来 它也带来很多的雨量 我们真的很担心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你们可能要加上脚步好不好 会加上脚步来做 对啊 因为不然我们很怕这个 难得的骨极 万一又不堪一次的风雨 我 是 好 好 谢谢 等一下 对不起 再给你两分钟 好 谢谢 我再问一下那个局长 我们东门 这是外围 这边没有 来 东门的外围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后车亭 后车亭在我们的东门城墙外 早在差不多我担任议员的第一届开始 我现在已经第四届了 大概已经也快十年了 一再的有居民在反映说 那个后车亭 它只是一个后车的路牌而已 车牌而已 他们一直期待要盖一个后车亭 但是听说文化局一直不答应 说因为会破坏景观 所以一直都不答应让我们设那个后车亭 但是对面 就是我们对面的是海胜里的社区 吹风社区有做一个后车亭 就是当时同时申请 但是对面有做 那对面就是做了一个 很像那个庙宇室的那个屋顶 但是人家觉得那个做点有点奇怪 但是你们这一边 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不准 到底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到底能不能设 因为我们前阵子去会 他们好像还是没有得到你们正面的回应 那当然理由就是说 因为那个后车亭会破坏整个 东门城墙的景观 但是我是在这边给你们建议 因为我们那边社区长辈很多 会搭公车的大概都是老肉妇虏 那你说那边天气一热的时候 你叫他们站在那边后车 实在是很辛苦也很可怜 那遮风避雨 那边如果说突然来一个巨雨 他们是遭没路 因为那旁边都没有地方可以避 那如果说你叫他们躲到对面来 然后等车来再跑过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在那边 真的只能在那边曝晒而已 或是在那边被淋雨而已 所以我们一直期待说 人性化的一点 拜托你们思考一下 那个后车亭 怎么来配合交通局 跟这个比较古籍古色 不要紧啊 古色古香的一个亭子 能够搭配呼应一个古籍的一个风貌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只要你想办法去怎么改善 不要说因为怕 有关议员的建议 靠护城河这边的公车亭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跟交通局再来演绎说 有关于造型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搭配 整个旧城的文化的风貌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这个部分我们再跟交通局来商量 谢谢梅娟议员 接着请曾丽艳议员 执询时间15分钟 请 谢谢主席 交易局局长 副局长 以及各位 各位同事 各位 电视机前的乡亲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教育部门的一个咨询 那我们来就 我们教育局的报告书里面 来做一些的 请教我们的局长 我们教育局 洋洋洋洒洒地在我们的这个报告书里头 可以说 很多的这一些新的一个名词 教育局一直跟我们教育有关系 跟着流行 所以有很多的新的名词 像创课 翻转 学员 摩克斯 今年又多了一个维交学 那这个除了口号跟名词以外 我们的一些内容是有一些是有一些出操啦 就像我们鼓励我们的学生 在暑假的时候上网区上这个DOTGO的传观 我小的学生在网上的留言都是不能看 不会用啦 网页有问题啦 不能闪关 大家有没有看到学生的留言 应该不是很清楚啦 那我不晓得是哪个单位 负责这个网站的 不晓得是哪一个单位 那我要请教局长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你们要的吗 那这就是我们交易局的一个水平吗 局长 你能不能打呼 就设一个网站 让小朋友上网去 那结果出来的结局 小朋友一大堆的一个问题 好 郑议员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代一定要追求创新跟改变 所以教育不可能一成不变 至于你刚刚提到DOTGO 其实成立的到现在是第三年 目前的注册的学生 已经超过五万个学生 可是他会反映说 他进去不方便 或者有些问题 只要他反映了问题 这个网站就会有人进入协助 所以详细的情形 可以让我们智国科科科长说明 好吗 给智国科科科科长说明 好 科长您说明 感谢主席感谢议员 那针对今年 我们在我们全市已经推动16年的上网标作业的活动里面 增加把DOTGO这个网站的影片学习放进来 那事实上在今年开始 我们知道第一年的变化 所以在上网标作业的成绩的部分 并没有把DOTGO的影片的学习把它纳入 第二部分是 如果议员有仔细看的话 我们在每一个学生的意见里面都有留言板 那所以在系统管理的部分都会针对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预先有做一些改变 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及时恢复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网站的那个闯关时间相当长 我们从今年的6月就开始四闯关 到9月的中秋节之前之后才把它关闭 所以也是希望说让老师 让我们学校资讯人员跟我们系统管理者 都能够来协助这个事项 好 谢谢 我想我要的不是这些答案 本期要的就是说你们在做交易的工作的人 要思考一下把教育做到不是像放烟火一样不实际 就放完烟火以后就没有了 那本期看到整个业务报告里头都是一堆的新名词 但是看到内容有一些都是放汤不换药的东西 你们看看孩子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几乎都是负面的啦 那就表示你们在软硬体这方面都跟不上 那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品质是有问题的 本期希望你们能够让孩子 在一个很踏实的一个环境里头长大 而不是一天到晚跟着流行 当然啦我们也要讲究流行 但是要实际的不是跟着流行 只是在口头上的啦 那讲话题的教育就是说只能 你这个新的一个名词出来能够有媒体能够有那个画面 我想这是不实际的啦 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小孩子都能够适应的一些 那下来我想我们的优报告里头 也一直交易局一直在推动 连接临近的学校 进行这种花校课程的一个策略联盟 就是说大家可以到北的学校去特色 能够大家能够互相的来给像这个学校有的特色 那可能另外一个学校没有 然后作为一个复补课程的一个调换 我觉得有一些做的是非常的好啦 像沿城区的一个爱河学院啦 齐津区的海洋学院 以及大辽区的国际学院 那我们小港地区有一个是健康学院 那在这个爱河学院跟海洋学院里面 我想我们都做到MAC的这个主题上啦 那我们的国际学院 将国际关融入教育 这也都是非常好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我们小港地区 我们就来一个健康学院 我想正确的一个洗手 我想应该不是我们教育局在一个跨校策略联盟里面应该有的 怎么洗手 我想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啦 大家都要有的 不应该是学校发展的一个特色 那你们不能因为找不到特色就随便找一个特色来塞给小港的学校 我想可能是不是因为 这个小港有小港医院找到你们 是不是想要来做一些结合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小港的一个特色啦 那本席要请问局长 台湾的奇迹跟高雄的经济是靠什么创造出来的 我们小港的特色到底是在哪里 我请教一下局长 好谢谢 其实我觉得曾议员把那个健康学员看作只是教正确洗手 可能是有很大的误解 其实所有的这些创新的这些课程跟学校的特色 其实小港区的学校 每个学校本来就自己在发展 只是因为有这个小港医院 而且这个医院愿意走入社区跟走入学校 才能够结合一个外加的健康学员 把它成为一个健康的网络 这整体是要培养小朋友 从小就能够有自主的健康的管理的认识跟能力 不只小朋友还有老师还有家长社区 这也是市长一直觉得小港区在环境上 它是需要有一些改善跟进步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从小能够砸根这是好的 但是曾议员所关心的 比如说爱河学员 海洋学员 国际学员 那些特色小港区的学校都可以发展 特别是讲到这个Maker 制造者 我们其实教育部补助450万 在这个图形里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三年的布局 这个核心的学校示范中心是一个恒星学校 就是中山国中 其实它就是在小港 今年达到450万 它正在建制完成一个很好的创客Maker的中心 然后让宁静的学校能够分享学习 那至于小港区它的产业其实非常的重要 包括中钢 中传 台电 石化产业 还有我们的李长龙钢铁 还有这个红牌油漆等等 其他有很多产业 那我们现在要培养小朋友是从小学的高年级 就开始认识周边的产业 那这个是他的将来的职业上的了解 生涯的探索都有不同的发展可能 目前正是要跟产业界结合高中职 再往国中国小的这些课程里头都会发展出来 所以议员不用担心 小港区的学生来说 他拥有的特色是非常多元的 局长 我想 我觉得小港有小港的特色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健康学员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所有的学校的基本的一个尝试 那应该要以我们小港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特色 就刚刚陈门我们局长你说的 小港是一个重工业的一个区 那很多的工厂 石化区啊 很多的工厂 几乎都在小港这一边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台湾的奇迹 以及高雄的一个经济 很多都是靠这个工业城市里头的 这一些工厂 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 我们要去重视这个工业 带给我们的一个经济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小港的这个特色 能够把它结合我们的一个教育局来结合 然后来让小朋友能够了解 能够有创意 我觉得工业也有可以创业的 创意的地方 就像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这个瓷性柔帽 它是一个产业 然后它能够经过创意 它可以把它这样跌跌的 就这样子可以让它 过程当中是一种快乐 然后它也有 它也有疗异的一个功能 现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 像这个柔帽耳环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把这个柔帽啊 把它去创意 当耳环来戴 那下一个柔丝娃娃 他们把它 这样子的一个 用柔丝 让它们组合起来 那成为一个娃娃 那你想想看 就是一个柔丝帽 就能有那么多的一个变化 那其他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结合里头 让小朋友在这些产业里头 他也能够有一些创意 让他们未来啊 因为我们一直啊 像我们的业务报告里头的第一页啊 我们就是说 近年来啊 随着少子化高龄化社会啊 产业转型的种种冲击啊 我们必须以展新的角度思考教育 如何培养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使台湾能在世界竞争的浪潮上啊 屹立不遥 就是说你一定要从小就要让他去接触 让他去思考到 然后能够有未来有一些创意 我想我们讲的这个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文化 就是属于这个结合啊 能够让小朋友这些创意啊 所以啊我们希望 局长我们尊重我们小岗的文化 以及我们高雄发展的历史 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的心思 在我们小岗这个地方啊 那下来我们看下一张 单枪费用每人580元 同意一记要30人 你只看到这样 这是小朋友的一个联络簿 我们一直在讲这一些 新的流行的一个名词 但是我告诉局长 有一间学校啊 小学啊 有一个老师啊 他的教室的投影机 他觉得看起来已经是不清楚了 那他想要有一台新的投影机 两分钟 谢谢 结果学校说没有经费 他没有预算 所以老师就只有自己掏腰包 掏了六千块去买灯泡 结果换了灯泡以后 效果还是不是很好 最后他没有办法 他只有像小朋友 像家长求助 希望家长能够来帮忙他 能够来完成这个摄影机的一个 换啦 外星的就对了 我想这一些都是学校必须有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设备 那为什么我们交易局 为什么学校那么穷 穷到一部摄影机 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设备 都不能给小朋友一个好的一个设备来上课 那必须要学生的家长跟老师共同来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机器的购买 机长 好 那个曾议员你刚刚提到的小港区去结合高雄过去历史上的工业发展 跟它的未来性成为学校的特色发展 这点我都非常同意 议员讲的那个方向就是教育局努力的方向 那未来我们还会去结合中央政府的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 小港区的学生也许最有机会去衔接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 那议员刚刚提到的这个设备老旧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现在大概一年会下售给学校 大概四千五百万经费分配给每个学校 那学校有自己的校务发展基金 有时候他们自己会去更换 但是以教育局来讲 我们是从今年开始 就是三年内要完成一千五百台的互动式的设备 涵盖投影机跟其他的资讯的设备的更换 那以后呢大概就是每四年就要更替一次 因为这个设备大概只有四年的时间 那个别的这个个案如果如此艰困 其实他可以报来教育局 我们再来给予协助 每次我们到学校去 学校都说经费是不足的 所以很多他们都很拮据的在 很拮据的就对了 学校啊 就是说什么都没钱 如果说经费是不足的 他也说没钱了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那个议员啊 如果说这个学校我们去查一下 他的校务发展基金 是不是他真的还有钱在那里 那学校就要自己调配 有来自教育局边的预算给他的 那也来也有其他特别提出的预算需求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子调配 他才能满足他的教学上的需要 学校一定会说他没有钱 因为他的需求永远还不能够获得满足 没有个学校告诉你说他很有钱 其实校务基金都有好几百万在那里 他不会这么说 谢谢 谢谢 接着请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议员 直询时间15分钟请 谢谢主席 各位局长 各位委会的所有的主管单位 议会同仁 大家午安 那么教育的工作是千头万绪 但是呢 还是要有坚持性 那么教育就是国家大政 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常常跟一些高中的校长 聊聊一些教育的问题 也会遇到家长反映一些他们教育的看法 那么我只针对 我们合并前 合并后 那么合并以前 原来的高雄市的市立高中 也就是所谓的国立高中 都已经是我们市政府教育体制运作下的 教育单位 合并之后 原来高雄县 还有许多的国立高中子的学校 还没有 移波到我们高雄市政府 教育体制的运作之下 那么造成 在教育行政的运作呢 变成一国两制 那像我们原来高雄县的高中子 比如说 国立凤山高中 国立凤山三公 齐美高中 齐山农工 岗山高中 陆主高中 人武高中 凤兴高中 人武高中 钢山农工 岗山农工 六规高中 那么合并后 也将近一段时间了 因为一个教育行政的运作 它牵涉到 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 教育活动的配合 那么比如说校长征选的方式 也都是一国两制的运作之下 感觉上 合理不合理 但是在行政体制的运作 就感觉是一国两制 那么我希望教育局局长 对这样的一国两制的教育行政体制 还没有移搏到 我们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整个行政运作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答复一下 那么未来的发展该如何运作 请局长答复 我教育局局长 好我们谢谢议员 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好几年的问题 到进入第六年 现在没有归属到教育局 高雄市教育局的国立高中值有八个学校 私立的这个高中值有九个 一共有十七个学校 但是议员刚刚提到 其中陆逐高中 任务高中 跟六规高中 因为它原来就是县立的完全中学 所以它已经合并后 就回到高雄市 那至于国教署跟教育局 讨论这个改例的问题 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六月十六号 其中我们要谈好几个 主要都是经费问题 因为我们接手以后 这个经费会增加多少 我们的估算要达到三十五亿九千万 但是署里头的规划只有十三亿三千七百万 所以这个落差竟然达到有二十二亿之多 这个差距太大了 所以必须要再讨论 这包括说教职员退辅经费的分担 然后正式编制人员的移拨 还有国立学校的原来教育资源 如何能够均职 然后国立学校的意愿到底高不高 那这里头因为落差达到二十二亿 所以六月份开完这次会议以后 到现在都还没有持续的进展 那你记得吗 我们的原来的局长 蔡清华局长 现在担任教育部的政务次长 其实他对这个议题很清楚 所以他也会协助去 把这双方之间的差距 尽可能能够弥平的话 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个改例作业 我们也希望这样 虽然在十七个学校还没有完成改例 但是在相关的活动会议 还有就学区 纳入我们的这个十二年的 这个免试升学的这些管道 其实都是共同参与的 这个倒没有差别 所以跟议员做这样的说明 好 谢谢局长 那么第二个 我相信公教人员 公教警人员 都非常关心 未来的年轻改革的问题 那么老师的部分 有的是 有的是意诱炎的老师 国小老师 高中老师 专科 大学的教师 那么假如说 要六十五岁 要六十五岁 才可以退休 那么教国小的 教医幼员的老师 一直教到六十五岁 才可以办退休 年龄 年龄太大 那么会变成啊 祖父母 教孙子 年纪大了 带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 国小的小朋友 他是非常活泼的 那么年纪大的老师 要六十五岁 才退休 老师啊 有时候会在校园里面 为了安全的管理 也会跑步啊 跑到一个角落 看看小朋友 到底玩什么东西 年纪大的 要如何跑步 往里小朋友跟他说 老师啊 你已经是阿公了 你已经是阿嬷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退休 所以我对这个 年轻改革的议题 尤其是国小老师 教幼稚园的 年龄太大 要一直教到六十五岁 也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也会造成啊 老师啊 流浪教师 特别的多 一个年纪大了 他觉得 我已经教了将近四十年 想退休了 未来的年轻改革 假设定在六十五岁 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当然 我们都支持 年轻改革的方案 我也问一下 国小科的科长 国小科科长 你假设一位国小老师 要六十五岁才退休 以你国小老师的心声 你跟本席报告一下 一定要六十五岁退休 那么一个年纪大的老师 他会怎么想 就比较说 你现在是六十三岁的国小老师了 你还在教二年级 你会怎么感想 来科长 用你那个 感想就是一个角色互换 来跟我答复一下 是 谢谢议员 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是幼教系 那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出去当幼教老师 也是会考量到说 六十几岁还在教小朋友唱歌跳舞 可能家长的接受度也不是那么高 那我们现在目前国小的退休的年龄 普遍大概在五十二五十三岁 所以跟现在的规划方案有一点差距 这个可能还需要再探讨一下 好 请坐 所以我希望也让我们这个社会 要了解一下 国小老师 医院老师 假设六十五岁退休 也会变成学校的一个负担 真的是一个负担 对小朋友的教学 或者是班级经营 都会影响很大 体力已经不好了 你这样一定要待到六十五岁 所以我在这边 也要请我们年金改革委员会 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有教过国小老师 也教过国中的老师 我就一直想 万一我教到六十五岁才退休 压力会很大 所以年金改革我们都支持 但是他的问题 还是要细部的去考量 这个老师的人权的问题 工作量的问题 假设一这样的话 我很担心 老师可能教不到六十五岁 就敲掉了 压力够大 体力不支 这个也有可能 领不到退休金 十个比较年纪大的老师 可能到六十五岁 可能不到一半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像一般的高中大专业校教授 这个就没有问题 所以年金改革委员会 也要考虑到这个议题 那么他们有考虑到 国防部的军人的权益 那老师呢 也要考虑到年金改革 实际上运作 年龄跟退休金 还有他的实际的体力问题 社会观感 小朋友说阿嬷阿公 你到现在怎么还不退休 那真的压力更大 希望大家也能够针对这个议题 多关心 那么第三个 这几年当中 陈市长 包括我们教育局局长 对本习议员 一再希望教育局 培养许多原住民的校长 以及原住民的老师的征选 我相信是全台湾做得最好的 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我到其他的各县市 他们都会说 你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真的培养了很多 原住民级的校长 原住民级的老师 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教育局的局长 教育伙伴的同仁 也希望未来 仍然要关心 我们原住民的教育之外 教育人才的培育 也希望持续的关注跟支持 那么还有一点 我们在都会区 有很多原住民的社团 每一次要办活动 要借场所 当然能够跟我们随校 借活动场所是最好 我希望教育局局长 跟我们相关的业务主管 能够转达 我们高雄市都会区的各级学校 假如有原住民级的社团 申请要办活动 也都能够配合提供 当然借助我们的学校 就按照规定 该交的承租如何管理 我相信原住民的社团 也一定会配合管理 那么我希望教育局局长 针对本席议员这一点意见 是不是可以答复本席议员 原住民社团 希望运用都会区的学校的空间 或者是管所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学校也会乐于借出来的 刚才议员特别提到 我们对原住民校长的培育 这点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其实我很高兴到今年 十三所国中小已经过半了 七所都是原住民的校长 而且我们也希望更多原住民的校长 能够在未来产生 那老师也是一样 那我们继续努力 把高雄打造为对原住民教育 最优质最友善的一个城市 好 谢谢机长 那么最后一个建议 我们原住民议员非常关心 原住民族博物馆 原住民族的博物馆 那么因为很多各县市的地方政府 都在努力争取 因为我上次也跟市长报告 高雄市有16组 是目前所有台湾各县市 族群最多的 那么上一次 上一期的定期大会 我们也跟市长提过 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我希望教育局 文化局 包括言明会 因为原住民族博物馆 它的议算非常的多 那么也可能会牵涉到 如何争取到高雄市 包括土地的取得 包括它将来的规划 因为高雄市这几个港口 比如说左营 打告 早期我们所说的打告 南岛民族 从台湾 移到其他东南亚 一直到 所谓的南岛民族地区的国家 它的出海的港口 就是在我们高雄市 所以南岛民族的发源地 就在台湾 而南岛民族 出海 移植到 其他 已经成立的相当多的 像 像这个 东南亚 或者是沙摩亚 这一带的 这个南岛民族 他们都是从台湾的高雄 出海移民的 所以这一点 研究民族的博物馆 设在我们高雄市 是合情合理的 依照它的历史背景 也应该设在我们高雄市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那个局长 你对这一点的看法 用你的看法 是不是应该要设在高雄市 来 请局长答复一下 那个伊斯坦那议员提的 这个重要的方向 其实高雄市 当然应该争取设在高雄市 但是我希望这个是 袁秉慧应该要提出 这个主张才好 当然是 我们是这个南岛语系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 发源地跟输出 往这个大洋洲走 其实很多语言都相通了 其实这个部分 还没有那么凸显 被我们的市民 甚至原住民本身了解 所以将来对高雄市的 多元文化的特性里头 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个 很好的原住民的博物馆 文物馆 都会具有很大的一个 教育跟吸引力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还有我们的教育部门的市府团队 大家辛苦了 那其实我在那个文化局的业务报告里面 有一项就是左营旧城建成计划 这个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议会提出来的报告 那文化部今年在六月中的时候 有初审通过高雄市所提定的古迹凤山县旧城 左营旧城建成计划 建成计划就是重建建成 也就是重建建成也是重建旧城 所以文化部审查委员认为 我们未来左营有条件来成为我们生活环境博物馆 那文化部预定在补助高雄20亿 有八年的时间来重现台湾第一时程的左营旧城 那看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看到这样的计划也非常的认同 所以说这个计划未来会衔接我们的那个莲池潭旧城区 来活化这个旧区 所以说可以让莲池潭的观光的资源更加丰富 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赞成 那这边也请教文化局 现在那个文化局这个部分 文化部初审通过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我们才能够来定案 那文化局这边目前的规划是怎么样 如果中央补助它是全额补助 还是说要编列地方的配合款 那还有说建成计划不只是古迹的修复啊 活化还有这些土地的整合 考古公园然后现场博物馆 还有这些复杂性跟这些困难度 这些程序上那从历史轨迹到输行 这些左营的那个未来的风貌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每个环节都要克服 我相信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在这个部分请文化局回答 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李议员就住在旧城旁边这样子 所以对这个案子长期都有在关心 那现在这个建成计划 目前文化部正在针对西部计划在审查 那审查通过之后 基本上这个案子就会定案 可是它会逐年编列预算 它是用一种叫做滚动式的预算 的方式来执行的 那旧城其实它是在1825年盖好的 那整个目前为什么这个计划 会让文化部这么大手笔的一个补助 其实最重要就是它有98%的公有土地 所以它在执行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整个旧城计划未来 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土地的部分都能够取得 然后去串联整个旧城周边的环境 然后去营造一个 就像那个委员说的 生活环境的博物馆 那目前文化部是会补助70%的预算 有30%的预算是要市政府自筹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市政府会很支持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计划预定在明年 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能够文化部 核定细项计划之后 明年可以来逐年来开始进行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其实建成计划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那个旧城 那现在又说可以成为那个生活博物馆 所以说从构想到设计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说未来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因为刚刚讲生活环境博物馆的话 希望就是说局长这边可以跟地方人士沟通 还有我们文化局这边跟地方多沟通 那些历史文化把它展现出来 那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文化局 在做一些事情不会跟地方来沟通 或者是说有些局处要做一个事情 有时候都会跟地方的人 有时候搭不上线 但是我希望说这个难得那么好的计划 也是多加一些地方私生的意见 然后大家多沟通 把它做到真的是生活环境博物馆 把那个历史的原貌都呈现出来 那其实现在同样在左营 还有一个那个明德新村跟左营眷村文化区 那未来的话 因为这个也是弄蛮久的 那未来的话这个部分是有重叠的做 有重叠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搁置在那边了 那这个园区未来的地段或区域 左营旧城的建成计划 这两个部分 是不是它是分开执行 还是你们会想要把它在一起 然后把它做好 那我因为这个问题也是问了很多 但是因为你代理局长 我还是在问你一下 就是说文化局事先是不是有了解过说 明德新村的卷尊文化园区 到底什么时候还会完成 那我们那个国防部现在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请文化局回答 有关于明德新村的部分跟议员报告 明德新村的左营眷村文化园区的核定 这个防部已经在去年的年底核定了 那但是核定了之后 必须要经过容积条派的过程 才能够由市府取得的管理权 那目前在这一段取得管理权的这段期间当中 我们已经跟军方代管了四户 二号三号四号十一号 那这个部分现在都在做修复 那另外腾空的 已经腾空的二十四户 我们也已经在上个月 发文跟军方再申请第二次的代管 那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没有取得管理权 但是代管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去做一些修缮跟维护的工作 不要让眷村文化在这个断层当中 就这样子消失了 那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那至于说取得管理权的部分 容积条派的整个计划 必须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那目前我们在制作都市计划变更的书图 那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完成以后 就送到都发局的都委会 去做都市计划变更的审议程序 谢谢 谢谢 请坐 那我就希望说 因为这个事情每一次会期都在问 所以我希望文化局这边是积极的态度 就是说现在又有这个建层计划 我觉得这样相辅相成 一次把左眼的观光做起来是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教育局 这个部分就是说 现在大家常常 大家很多议员都会来讨论说 营养午餐这个部分 那从营养午餐的价格 还有它的营养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那尤其说现在真的不要说台风天啊 就算台风没来 现在蔬菜水果还有包括一些肉类都有涨价 那其实今年 我知道说今年教育局有召集相关的人 就是决定八月调涨三块 那其实说这个这个价钱喔 那国中收费39块到47块 换句话说这样子来调整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 是要由那个营养午餐供应委员会来自行评定 所以说如果家长他不愿意出这三块钱的话 所以就也不见得会涨价 所以说重点是涨价学生也不见得吃得到好的东西喔 所以对营养午餐价格这样子的决定 在这边请教育局长回答 营养午餐的那个价格的那个调整 其实也跟这几年的物价的变动有关 另外我们也采用了非基改 就是非基改的这个食材才能够进到校园 然后每一周还有一餐是蔬食等等 跟在地的这个食物结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调整的这个范围 其实也是经过教育局的一个营养午餐的审议委员会 决定给予他这个涨幅的空间 那以目前来讲各校大概都做了调整 我想学校家长应该都会愿意支持 因为他其实涨的 譬如说你只是三块钱 讲三块钱 可是对这个午餐的这个新营者来讲 有时公办公营或者民办来讲 都会帮助他整个菜色品质的提升 我想这个是现在比较跟得上时代的 我们也比较了高雄市跟其他都的营养午餐的收费标准 其实我们原来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比较合理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因为我也是觉得之前那个价格是有点不合理 但是因为现在这样子是正负之间差的有点多 所以还是要宣导学校尽量大家都能参与 因为把菜色弄得更好更营养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民国103年10月的时候都发生那个大同油品违规事件 那当时教育局有全面清查 有三所学校有用到这种问题 不过那三所学校就是在清查之前就已经可能停止用大同的这些油了 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教育局有 我知道教育局这边有四大方向 就是要来规范这个食安的安全 所以就有四大方向 第一个是汇整供应学校食材厂商的资料 然后送卫生局跟农业局来查核 第二个是置办食材查验 然后加强偏远学校食材的品质 然后第三个是强化仿式上游的供应商的机制 来第四个是结合市府卫生局消保管不定期跟团善的厂商 跟食材供应商来进行抽查的使用情况 那目前教育局这个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教育局有规范这个四大原则 是不是现在还有按照这个四大原则在处理 不过在把关的方面 就是教育局是还是可以再更加的强化 以教育局的准备做法 在你们第二项置办食材检验 教育局这个部分是要在哪里检验 是自己的检验室还是哪里 还是学校的检验室 第三项是要仿式上游厂商 是要准备多久才去看一次供应商 这个部分也再请教育局长回答 非常谢谢李议员这么关心 我们的午餐跟食案的问题 这两年前发生的油品事件以后 其实提醒全国都是要注重 这种不良的食材进到我们的学校 或者进到家庭各餐厅 所以教育局定了这个规范 现在其实每天的运作是 所有学校只要开出营养午餐的菜单 它每天都要上船要上网 包括它的用的调味料跟配料 用了什么油 用了什么配料都要放在上面 所以随时可以积茶 另外就说自办学校它的食材 是其实是由我们的卫生局 做这个不定期的查核 或者我们给它送解 它会抽查 抽查以后确定自办的食材 也是一个安全的食材 另外学校的营养午餐的委员会 其实非常重视食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让家长的参与的代表 提高到三分之一 让他们去关心 如果是外面供应 民办民意的供应厂商 他一定要不定期到团扇的厂商去抽查 看它的实际的卫生情况 食材来源的情况 那如果是自己办的 那更是随时都可以在监督的范围 所以目前的把关情况来看 我觉得比以前进步了非常的多 而且希望不只是安全 安全是基本条件 接下来应该是吃到很真实 好品质的食物 另外就是要提到是美味的食物 这样一层一层往上提升 所以教育局这边都是等回报 所以现在也没有说抽查 然后检验这些部分就没有在做 我们当然可以抽查 那实际执行情形 可能要提建科科长 能够回答的比较详细 好 谢谢局长请坐 那科长请回答 主席还有议员 那我这边做补充报告 第一个我们每年都有编25万 委托卫生局来对我们的学校 做抽检 那这个东西抽检出来的 他去抽检的时候 就必须要通知学校 要买比较多的东西 让他去抽检 那这个抽检的地点 就是在卫生局的实验室里面 去做抽检 那第二个就是 从今年农委会 那把这个食品的整个检验 就是说由农委会来负责 所以今年那在这个月到月底之前 我们跟农业局配合到25所学校去做那个 这个学校食材的检验 这个是跟往年不一样 这个整个检验的过程 由农委会来负责这样子来执行 所以实际上他对食品安全 上次总统下次每个人都非常重视 所以总统有所谓的食安五环 那另外农委会他也要求 未来厂商要符合四张EQR Code 所以我们也是配合中央的政策 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刚才局长也讲了 那我们的那个检查 除了是例行性的 我们也有抽检 当然对于那个民办民营的 他的一个食品的这个过程 制造的过程 我们都是检验的一个 联合计查的一个重点 还包含那个邻近提供那个 营养午餐的那个餐厅 都会去做那个抽检 以上报告 谢谢 那其实好不容易 有可以长假这个部分 是希望小朋友 都可以吃到营养又安全的食物 所以说已经有 可以让他们吃比较好的食物 在食安这个部分 也请教育局要多加的注意 那其实这一次 前天在市长质询报告的时候 本席就提出 现在灾害造成许多财产的损失 那其实校园 大家也知道校园 有很多那个校舍 就也受到台风 再给两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那也知道说 台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一般民宅都已经受灾户了 那学校更是大的受灾户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表 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墨兰地台风 就已经受灾四千多万 你看苏迪勒也有两百一十六万 然后尼伯特也是一千多万 每基台风也有一千多万 所以说 这样子 这样子 学校的经费就已经非常少了 又受到台风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非常担心 所以说 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的三个台风来 三四个台风来教训 对于那个校园防灾 我看到教育局提出三个三项大的做法 就是推动在地防灾教育融入课程 及研发防灾教材 办理复合式的防灾演练 跟防灾教育宣导活动 第三个就是办理防灾的相关活动 我在这边请问一下局长 就是你推动的效果是如何 那因为暑假通常都是在 通常都是台风多的地方 那今年可能声音现象非常的特别 它九月都还有一大堆的台风 所以说针对暑假期间 怎么样来具体做这些防灾的工作 还有现在推动防灾的成效 请教育局长回答 好 议员提到了 这个防灾的教育的部分 是我们每个学校都要 每学期要做实地演练的 通常防灾来讲 最难防的其实是地震 因为它是忽然来的 但是台风它是会有预警 所以其实学校就可以做点阅 它有一个表单去check 每一样东西是不是做得很周全 然后进到教育局 教育部的全国性的一个校安的网站里头 都要做这个事情 那另外每学期的演练也要做 那这一次的反应 就是说树倒非常厉害 树倒的厉害的情形 使得我们市政府由秘书长组了一个小组 对于将来的种树跟户树跟修树 都要订定特别的专业规范 那另外在台风来之前 有些树可能就要加固 所以我们在日本访问的时候 常常发现他们树木其实照顾得很好 百年以上的树都被照顾得很好 其实树的修剪跟维护 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多学习一下 好的经验 好的树种 好的土壤基地 然后让它能够真正的生生不息的成长 这是看到树的部分 那其他就是学校有一些加盖的 比如说防漏的那些屋顶等等 这是吹下来是蛮严重的情况 历来没有见到 因为风力达到17级才可能造成这种灾害 所以我们从这两次的灾害里头 其实又学习到了很多 可以增强学校未来在防灾预防上的这个能力 所以学校现在能力又增强了 以后怎么去做的应该会比以前更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准新手妈妈 还是很认真的来这边咨询 我们先来处理时间问题 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46分 目前登记的议员还有方信渊议员 林婉容议员以及陈立真议员 我们等这三位议员咨询完 我们就散会 好 接着我们请方信渊议员咨询时间15分钟 请 好 谢谢主席 我们的事务团队 以及我们一位同仁 还有新闻媒体 还有我们市民朋友 大家晚安了 大家好 大家都辛苦了 等一下本期会针对我们学校运动场的诊解的问题 来请教我们教育局长 学校的运动场坦白讲说 一直都是随身 运动竞技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每天清晨 还有我们班晚的时候 都会开放我们的一些民众或者居民 到这边来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地方 但是本期一直都接候很多的家长跟学生的家长 还有民众一直向我来反应 说现有的学校很多的PU跑道都非常的破旧 甚至都坑坑洞洞 甚至都影响到学生的安全 本期就利用我们的下雨天的一个时间 私底下到很多的学校去做一个勘察 但也有很多的学生的家长 一直都跟本期一直来反应 我们的中小学的运动跑道跟还有设施都非常的破旧 等一下我再来请问我们的教育局长 等一下我们先从这一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PU跑道是一个人工的跑道 这个可以说是以前是我们高雄县还没有合并以前 95年5月底就完成了 长度150公尺 历经几次的修补 现有的这一个PU跑道可以说非常的破旧 就像我们的路面上的AC跑道 AC的路面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AC路面是我们车辆在跑的 但是我们的PU跑道是我们的随身在跑的 你想一想 车子坏掉了可以修 但是我们随身受伤了 这谁要来负责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从这一张图 我们另外这一张图甚至都还可以看到 补来补去已经补到不能再补了 甚至还有这种状况 局长都还有这种状况 局长你有没有看到 像这种小孩子跌倒的时候 是谁要来负责 所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本席 现在只先 请问我们的局长 针对这个学生 还有民众 像这种在这个地方在运动 你的观感如何 你先回答本席这个问题 谢谢 所有人当然都不希望运动的场所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方议员也很清楚 但是PU跑道这件事情 从二三十年前开始 学校争取PU跑道 然后我们就面临PU跑道 使用上的维护问题 还有它的施工的问题 所以它的其实损毁的情形 跟它的施工良好坏 还有使用的维护有关 那目前看起来大概五到十年之间的PU跑道 大致都呈现羞羞补补的状态 还有的是旁边的树木的跟串跟进道跑道 那有的是它在施工的防水层没有做好 等等的问题真的不一而足 但是以105年来说 教育局编的就是体育相关的设施 跟场地的这个维护的费用 只有1200万 所以真的不足以应付这么多PU跑道需要整修 所以我们都是要向体育署提出补助的申请 那体育署如果同意会补助七成 七成然后其他三成就是由市政府来负担 目前是这个状态 局长不能讲说 这是学校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你不能讲说我事务没有钱 就一手带过 一两手一摊就带过了 不能这样子来讲 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赶快 如何提拨任何一个经费下来 赶快来做一个改善那才对 方议员 其实我手头上的资料等一下可以提供给你 102年103年到104年还在进行了105年 其实我们相对的 104年就是有32个学校进行整修 103年我们补助了16个学校 102年是10个学校 其实学校一定是他要提出申请要 你要的资料我现在都把你调好了 你想一想嘛 我们总共学校有348间的一个中小学一个小学 你看一千多万只能分配到几个人 32首 议员那个现状就是这样子 一所学校你补助的他顶多是三十几万去修修补补而已 那些没有补助到的那些学校怎么办呢 你想一想嘛 102年也才值一个十所学校 也才192万 你才编略192万 103年也才558万 对对 你总共一个学校348所学校 对对 其他没有补助到的这些学校怎么办呢 这些学生的安全怎么办呢 议员都只能够按照需求的急迫性排队补助 每一项都非常的急迫 那没有办法 每一项你不能说没有办法 那议员请问你 我们教育的经费到底还可以增加多少 你有屁股跑道 你有设备需求老旧校舍 总总加起来很多很多 你现在是当局长不是我当局长 对对 不是我当市长 你不够的钱你要去跟市长要 你怎么还跟我要 我们都已经尽量争取了 我们也都尽量争取 但是现状是让学校要知道 你学校要学生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一个建设哪有比较 其实你要我坦白说 我根本不赞成学校用PU跑道 我根本不赞成 你不赞成 我认为以后要避免这样再继续使用PU跑道 因为他几年以后就不停的有这个需求 你认为说不行 你有理由去说不行 但是你要有钱去把它换薪 你要去有钱去改善 你就是看个别学校会提出他的需求 然后我们经过审议以后 按照优先顺序 每年就编定经费来解决 那对每一样的需求只能这么处理 没有办法一次满足的 局长你看一看 这个还不需求吗 你可以说这是哪个学校 我们来看看专案 他有没有提出申请啊 这当然是我们钢山地区 我当然是走我们钢山地区 那边那边 请问一下体健科 这个学校有没有提出申请 我们有没有去会刊 请问这是 我不晓得这是哪一所学校 他们有提出申请 我们会去会刊 只要有这种情形 我们都会把它列入我们的补助对象的 这么老旧的一个跑道了 对对 校长也是有提出申请 问他是没有经费而已 教育局直接跟他讲说没有经费而已 不是说我今天 今天才故意提出来 教育局不会只回答说没有经费而已 教育局这些状态 评估以后就会送给体育署要求补助 你看这是我们现有的 市政府旁边的一个PU跑道 这也是羞羞补补补的 你看多漂亮 这是难怪是城乡差距那么大吗 不会的 只要看它的损毁程度跟需求而定 事实就是事实 那请他提出来 我们会做评估 也会做现刊 你不能说提出来 不是我才提 那学校要提出来 如果议员要去转给学校 文房议员刚刚就请他提出来 是哪几所学校你要让教育局知道 这样他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是事实的问题 过来我要问局长 像这种情形 你看 学校已经没有经费去做这个游戏场的一个更新 只能用个交代来这样子弄弥补 因为这是投影片的关系 很难看清楚它的一个方向 这假如是一个 假如被随身割伤的话 你看这是谁要来负责 甚至你看 这个已经坏到这种程度了 割伤的是怎么办呢 对对 教育局可以说没有钱吗 像我们这个运动场 好 议员这种情形喔 学校负责任的学校 他就会提出申请 我们就会现刊 我们就会审查 你不能推给学校 学校当然是会申请 请问学校不提出来 我们市政府教育局要一笑笑看说 拜托你们提出来吗 学校当然要先提出来 我现在敢跟你说哪一间学校吗 你当然可以告诉我 主席你讲一讲 我敢说哪一间学校吗 哪一间学校我说出来 会被人家修理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修理他 如果议员反映说他这么迫切的需要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他以前没提出来 或者他提出来我们没有同意 你看这个不是事实吗 我帮他讲 其实我们解决很多很多学校的问题 议员不用这样子的不高兴 你就把学校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协助他 当然你可以都可以说没有钱 我也难跟你辩解 但是照片就是事实的问题 对不对 这也不是今天这一所学校是这样子而已 当然我们知道 几乎是每一所学校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补助刚才已经跟局长已经 有讨论过了 所以本期只有两大诉求而已 就是要全面清查我们国中小的 针对有安全娱力的 有破损的 立即马上去做一个修复 把它修复尽快完成 针对这个问题 等一下局长你再答我 还有我们每年 是不是要针对我们体育设备 做一个安全性的 做一个检讨 定定一个修缮的计划 也就是说 学校固定都要做安全检查 就是不管是PU 游戏设施 都要固定做一个安全检查 提到我们教育局这边来 那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深度这个两点 议员提的这两点 我们都很同意 其实我们就要造这么做的 我们有的做了 有的就造一个全盘的修缮计划 也是要排定顺序 你假如说 有照按照这个排定计划 在做的话 你就不可能有 发生前面这个问题 那个个案我们会检讨 对对对 可以我们没处理呢 你们的督学 都到学校去做督督 检查的时候 教学软体跟硬体 这两项的检查的时候 针对这个问题 你没有发觉到吗 好 对对 学校提出来的安全报告 安全报告 每年度假如是有安全报告的话 你们都没有做查核吗 我们有一个那个 零星工程的需求的 审议的会议在教育局成立 这是随到随省 其实省的速度很快 如果他有安全的问题 我们都会略为优先的 这是我们上级 就是督学 还有我们整个市政府 要去做一个监督的一个角色 对对 你说校长做的不好 当然是要去督查 对对 今天整个呈现不好的话 双向 就是学校也要反映问题 我们的住区多觉 也会去了解问题 两个都要 也就是说 你今天假如有做到这两点的话 照理讲 不应该有那种情形发生 可不可以请体健科回答一下 我们有没有照这样做到 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刚才局长有讲 我们有一个重大工程的審议委 只要学校提出来 认为它的操场 或者是游戏器材 各种设施 如果损坏 有紧急的 那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 我们会去看 会看完以后会照相 照相回来以后 就会提到我们那个 紧急工程的一个会议里面 只有这里面 原则都是会核定学校 补助这样的经费 所以我们 一定是请学校先提出来 但另外 我们也有 我知道你讲的都很好听 事实上是这样子做的 事实上都是这样子做的 为什么我们到今年年底 你只核定了十所学校 也才核定一百万到七月底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数据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教育局体健科 为了配合教育部 补助我们各种运动设施 我们预算就编了两千万 我跟你们讲 真的有时候 我都都不晓得 今天假如是错的话 我们就承认错就好 赶快改善就好 就不要变了 事实胜于雄变嘛 对不对 有问题 我们改善问题就好了 依我们学生的安全为要先嘛 对不对 不要再 给我讲的一套SOP 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大家浪费那么多的工堂 我想在这里 讲了那么多事情 看了那么多会 我们为了是什么 为了我们市民百姓呢 为了我们随身着想呢 今天不是大家在这里打马虎眼的 对不对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有问题 我们赶快改善而已 没有什么 对不对 请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在这边变 只要主席要给我半个小时在这变的话 我就跟你在这边 对对 问题是不可能啊 对对 那么多议员要发挥他的职责呢 我们要认真工作呢 我们要认真去赶快找一些 我们市民所要给我们建议的部分 我们也要赶快去会刊啊 他反映的是对不对呢 我们今天不是说拿了几张照片来就来跟你们讲呢 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功课呢 所以说你总是不能给我讲说没有钱没有钱 对对 那个东西不对 那个东西不对 那是你们市政府 我们市政府团队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怎么去改善的问题 不对就赶快改而已 没有人会讲怎样 对对 只有不对的人还在那边雄变的时候 那才是有问题 那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 我们市政府每年都财政都非常的困难 我也知道 大家都在一个大检我们的预算 造成很多这个穷学校 根本包括这个新增的监视器 还有这个水电 那再给两分钟 水电也讲不起啊 到这个晚上的时候 学校啦 局长 学校连一盏灯都开不了 因为水电会不够 那所以说呢 学校是我们运动场是我们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一些休闲运动的最佳好的一个去处 那所以你不开灯的话 大家都默黑在那里运动 不要说小朋友啦 连家长都会很害怕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还是要请问局长 学校没有办法增设监视器 因为没有钱嘛 那连基本的造型也没有 学校又属于一个开放空间 大家都喜欢到我们学校去做一个运动嘛 休闲运动嘛 针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局长拜托一下 开盏灯 让大家运动 这样子可以嘛 请局长回答 方议员 我们的理想当然是学校的设施都相对的很好的 可以开放给社区使用 我们一定会朝这个目标去处理 你一直说我们要雄变不想变 议员你反应的问题都是很好的 你反应问题我们就去了解这个问题怎么产生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学校 我们一定会这么做 你放心 还有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学校是一个夜间开放的一个运动地方嘛 所以拜托机长是不是稍微花一点 那个电汇啊 开放一个时间 让我们市民朋友也能到那边去运动 这样子可以吗 请局长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许多学校都这么做了 因为其实学校就是跟社区共用它的空间 体育运动的设施都这么做了 那哪些学校是他觉得夜间照明他负担不了 那我们就来协助他 好的 真的谢谢局长 是不是利用这个夜间的时候 能提供我们视频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环境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方议员 那个学校当然一定很肉依开放 但未来的水电费 学校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你要提醒学校 这个部分 或者是说跟居民合作的时候使用者付费 像我们这个中正体育场 那个选民 他们都自己投十块钱 然后做照明这样子 我觉得使用者付费精神可以给选民一个教导 那个再来是刚刚这个PVU跑道 我在想 可能是因为校长们他们其实不大敢跟局里面反应 因为有的科士主管可能会给校长有一些些的回馈的时候 回应的时候是比较苛责或者是比较紧张的回复 因为事实上真的是钱不够 所以可能呢 各位这个科长或是鼓掌甚至是承办人员 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回应上 会让这个校长们呢 有点心生恐惧啊 所以以后我想可能需要 如果议员需要做个桥梁啊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好算差 其实是校长真的也是知道这个困境 才会跟议员反应 那么我真的建议啊 因为我一直也跟局长 我们两个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个PU跑道是越来越不环保的一个作为 如果我们要回复环保一点的话 其实可以恢复红土跑道 或是红土超长 那个使用的年限会非常的长 那每一年呢 他编列的这个红土补土的预算 其实不多也不高 这个其实是可以鼓励 比较生态学校可以来开始做啦 这个我也跟所有的议员同仁 大家一起齐勉 看看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这样的一个想法啦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请陈立正议员 直询时间15分钟 请 谢谢主席 主席 我们教育部门的各位局处首长 议会同仁 媒体朋友 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要来 请教我们的文化局长 局长 本期在这里已经连续好几个会期 来反映到我们高雄 左营的联池坛周边的孔庙 那现在我们的左营联池坛周边的建设 那个环坛步道 还有一些斜坡的耳软的那个坛 联池坛周边的一个重新建设 那我们孔庙也有花了2000多万的金会 因为现在都改造的很漂亮 那周边的哈啰市场的道路开阔 以及万年公园的现在的一个建设开阔都非常的美丽 那唯独我们现在的孔庙 孔庙是都知道我们的孔庙它有花了2000多万的一个枕子以后啊 现在之前我们盖的这个建筑 我们看到孔庙的建筑 非常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建筑 那加上旁边不管是白天或是中午晚上 它的环境是非常的优美 那现在我们附近的这个民众 不管是早上早晨中午黄昏 在那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的来观光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那本期一直在这边跟你反映的 就是我们的孔庙现在有闲置的这个位置啊 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已经闲置了很久了 那里面的内部有明伦堂 文昌池 书院 在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的规划 都是闲置在那边 我要请教我们局长 这明伦堂 文昌池 书院 已经闲置多少年了 请你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孔庙整修完应该是102年 那里面这边闲置的位置 已经闲置多久了 几年了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你讲一下 你说鸿门吗 对我们明伦堂 文昌池还有书院这里面的一个三合院的一个三面的一个建筑物 已经闲置很久了 在本期在这里建议已经四个会期了 应该你也知道 那你也去过现场有勘查过 那也一直在想办法要把它作为一个使用的一个多元化的使用 那曾经本期在这里建议 就是说我们的使用不要太过于商业化或者是餐厅之类的 我们应该要符合孔子庙的书香气质 或者是可以作为一个咖啡或是品茶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那边一个闹角的休闲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段时间大概您也一直在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但是到现在成果如何 请你答复一下 陈议员在三四会期都有督促文化局还有石破馆来处理这件事 那甚至我们针对左营比较知名的餐饮 就是比较符合陈议员所给我们建议的一个经营方向的那个餐饮去找 基本上我们找了很多家 其实到目前为止也都继续在找 可是说真的因为孔庙它的周边 它虽然它的环境很好 可是它周边的那个商业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去探访非常多的那个业者 他们所考虑的部分 因为那边其实并没有一个很长期民众可以在那边消费的地方 那局长因为你也是很用心在找的 那时间也经过两年多 本期另外有一个构想 我们就直接把它做为一个图书馆 那现在我们左营新图书馆现在的使用率多高 而且受到大家的欢迎 大家都讨论这个图书馆就对了 所以我也建议说 如果再这样找不到能够来参与的一些厂商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把它改造为一个图书馆 我相信如果作为图书馆的话 一定是一个非常棒 而且是建筑物现成 不用花钱马上可以使用的一个图书馆 那现在很多要考公务人员或者是 现在退休人员或者是 刚好他假日想要去阅读 有一个这么清幽的一个环境可以在那边读书 那是多好啊 所以局长我觉得两个方向 如果是真的没办法朝这样的一个 有商业的一个比较休闲的方向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图书馆 那请你考量一下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议题就是我们左心图书馆 那左心图书馆从开馆到现在可以说是 一年一年的使用人数一直在增加 因为它是地点非常的棒 刚好是在捷运站的旁边 左营国中周边还有巨大汉神百合 很多的商业生活机能都非常的棒 所以那边的房子越盖越多 人口数增加很快 那我也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表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 去使用我们的左心图书馆的人次 大概有99万9千多人次 那我们使用的一个书册 有71万8千多的长书 那我们到今年105年9月底 到9月底我们统计出来的使用人数 就已经达到79万9千多的人数 那借书的长书册就有59万9千7多的长书册 那我要请问局长 对于这样的一个左心图书馆 它的使用率这么高 它算是非常CP值很高的一个建设 一个我们的公共建设的 给予我们民众的一个福利 那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预算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的图书 我们的长书是多少册 那未来你有没有准备在这里再增加经费 目前左心分管的长书量是18万册 18万册是104年的时候是18万册 那105年也是18万册 多1900多册 那这样子的数量 我们人数一直在十几%的增加 但是我们的这个长书册都一样 今年跟去年都一样 那很多民众在跟本席反映 说那边他们要借的书 真的有时候常常都是借不到的 那我希望我们要针对需要的地方 多编语一些的经费去多买一些书 让我们民众能够方便 我们就怕民众不愿意借书 如果愿意借书的话 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 跟陈议员报告 因为其实现在图书馆 他们有网路的借还书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把书集中放在 我知道有网路的借书 这个本席知道 我现在跟局长反映的是 左心图书馆的一个需要性 请你从这样的一个需要性去考量 好不好 因为你看今年跟去年都是一样 那第二点 现在可能早起床的人也很多 那我建议我们的开馆一夜的时间 应该我们现在是从周二到周六 是九点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那礼拜天的话 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那很多民众在反映说 是不是能够再提早一个小时 因为我们星期一是休假 大家让我们的能源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这礼拜一就固定休息 那平常是不是能够早上九点的话 已经是 我们这么多人要使用的一个图书馆 是不是能够再提早一个小时来开营业 那个你做一个时间的一个评估考量看看 好 我来跟那个馆长 针对我们地方性的需要 因为有些可能城市的差距 有些是比较晚 那有些是起的比较早 或者是使用的人数等等 也请我们的馆长做一个 现场人数使用的一个评估 那我再来要跟我们局长反映一下 就是我们左营旧城 我们左营旧城骨鸡 是我们国定的骨鸡 那个一级骨鸡 这是非常难得的 也是在我们左营 未来左营的发展真的是 非常的一个有特色性 它不只有骨鸡 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个都会的一个商场 还有交通 整个高铁捷运三铁共战 所以在那边形成的一个 以后未来的观光 我们的一层骨鸡是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重视跟保护它 那我要请问局长 因为这样的一个骨鸡本席感到很纳闷 都是在八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东门墙也是因为我们的风灾台风 就是不耐台风的一个打击 所以它也是坍塌了 那今年9月28号也是因为美极台风 它也是坍塌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都是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一个地方的坍塌 是不是哪里的施工有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次坍塌 我记得八年前这个城墙坍塌 是修了很久才把它修好 那在那边经过的民众看起来都觉得 吓一跳怎么地方 这么一个美丽的一个城 古城怎么会盖一个帆布在那边 感到怪怪的 那我要跟局长反映的就是说 同样一个地方 因为这样的一个骨墙 它是用鲁股酒 还有泥土 那个沙泥 把它用传统的这个工法把它做成的 所以它一定是比较不耐水的压力 或者你如果排水做不好的话 是不是就是固定的那个地方 它跟八年前一样就是同样那个地方 还是坍塌 局长请你答复一下 这一次我们是有跟我们文化部来争取一些机会 要好好的把它修好 但是问题的癥结点一定要把它做好 好我想陈议员有讲到重点 因为其实八年前那段旧城的 东城门的那个城墙才刚就修好了 那可是因为我们是用那种古法来修的 包含它的那些材料 但是比较不耐水 那这一次我们东城门塌陷之后 其实文资局马上就下来看了 那它现场的委员 专业的委员都有表示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其实不是本体的问题比较严重 是它的区域排水的问题比较严重 所以它那一段是整个旧城最低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在上个星期 我们找了水利局 还有永清国小 还有受伤国家公园管理筹备处 一起到现场去会刊 我们这一次的修复 我们会提出一个补充计划 就是针对区域排水的问题 时间的关系 本期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 我们都看到同样一个地点 同样的一个段落 就是八年前跟现在都是同样的倒塌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它修复 同样一个工程这样一直倒塌 总是不好 局长你请坐 谢谢 那我们期待说 本期在这边反应的局长 都能够尽数地做一个改善 那在这边我要请教我们的教育局长 局长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南子区的运动员区 本期一直在这里跟我们市府团队来反应 因为这边是在奇南路跟东陵路的一个 东陵里的一个位置 刚好在高速公路旁边 它这个土地非常的大 有16,170平方公尺 所以它这是75年的时候 我们高雄市办区运的时候 它规划这样的一个场地 也是30年前的一个建设跟规划 那里面有游泳池 还有自行 自由车场 还有射箭场 那这些可能当时是针对一些训练选手 所建的一个场地 那经过30年后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个方向 可能会有所改变 那我要请我们教育局长 好好的把这一块宝贵的土地 做一个规划 那我本期在这里要建议 除了是现在培育选手 有在使用的场地保留修复以外 那其他空出来的像外面的 这样一个空旷的一个土地 我建议局长应该好好的把它规划 作为能够让我们的市民 周边的一个民众能够到那边去休闲 运动或者是现在大家年轻人 最喜欢的桌球羽毛球 或者是篮球等等都可以 因为现在很多中年人或者青少年 他白天上班晚上 他想要抒压一下 在我们东南子真的很难找到一个 适当的地方可以去休闲 或者是外面可以作为一个绿美化 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在那边散步 现在是未来我们高雄是 这两年的一个运动风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有空我们就去运动 运动对身体当然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 让我们的这个能量 正能量还有正面的思考 社会问题就会减少等等很多好处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地方 我们局长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再做一个规划 那本席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也一直在重复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们市政府有有所的一个改造 那等一下我请局长一并的答复 那再来我也要跟局长来反应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少子化 大家对小孩的教育非常的重视 但是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 很多的家长他希望能够节省经费 希望能够读到我们的这个公立幼儿园 但是我们公立幼儿园现在是严重的不足 供应量非常的不足 你看我们五岁的 两千多人 那录取的 大概是有两千多人 有八十趴 那四岁的录取有 报名人数一万多 那录取两千多 能够录取一台二十一趴 三岁的五千多人 更多人报名 但是他录取的只有十三趴 七百多人 两岁的是比较少 那总共我们高雄市 想读我们公立幼儿园的 有一万九千七百十四个小朋友 但是真正能够读的人 能够抽签抽到的只有五千多人 才百分之二十六 那现在我们高雄市的幼儿园 是严重的供应不足 那我们教育局也是未来有一个计划 要把我们现在的一个公立幼儿园 幼儿园的二比八 再给两分钟 要把我们现在的幼儿园二比八 要提升到四比六 那这样的一个差距 就多一倍的 一倍多的一个名额出来 那我要请教我们局长 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但是比较具体的一个 这个实陈的计划 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确定的能够来达到四比六 那这些经费中央有没有补助 那这些要花多少经费呢 请我们局长答复 好 谢谢陈议员关心的两个问题 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先回答这个公佑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那个抽签比率很低 那我们在106年的时候呢 就会改变那个路员的 只能选定一员登记 不能像现在没有限制 那另外不限学区 但是如果家里有三个小孩的话 尽量优先入同一个园 用这个方式来进行 那另外配合这个 蔡英文总统的 扩大公共的这个托育的这个政策 我们预计 今天是行政院才公布 四年内要达到 提供百分之四十的 非盈利或公佑的这个数额 所以我们已经 基本上是完成规划 会照这个进度进行 但是经费是要靠中央义租 它有编六十二亿 必须有中央义租 那市府的财政没有办法 做这么大规模的扩充 那陈英文刚刚提到 男子运动园区 七十五年办区运的时候 兴建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场地 三十年过去以后都老旧了 那去年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其实做了整修 包括自由车设件 现代五项都做了整修 那目前体育处正在 委托厂商规划设计 就是朝陈议员刚刚说的那个方向 我们希望他做很大规模的改造 那这个委托案整个费用就是有三百万 是市长特别同意 由平均地权基金来支援 做了一个良好的规划 那我希望在规划的时候 也能够听社区民众 还有议员们反映的意见 这个需求可以纳入 所以他会做一个很大的改造案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立正议员 接着最后一位咨询的是 林婉容议员 他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就一起咨询 时间三十分钟 请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我们今天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业务咨询 真的辛苦了 好 我们议会的好同事 现在在电视机关心 教育 文化 我们的乡亲 媳妻 我们新闻界的好朋友 大家 晚安 大家好 那现在已经到六点多了 那因为婉容 长期对教育这个区块 我非常的用很多心 所以我今天有很多的议题要讲 但都针对那个教育局的部分 所以文化教当然 长期也在关心文化提升 教育扎根 所以我们还是来鼓励 呼吁一下 长期婉容在推动 天天五书果 健康跟着走 我们要活到长长久久 那今天我有听到我们同仁 有在讲公立幼儿园的事情 但是我们同仁也讲了很多 那我今天 我本来有 今天也本来要讲 但是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 也透过议员的咨询 还有我们的局长的回答 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简略 我就不再说 那我就要来针对 我感觉我们台湾很多的体育的单向 非常的就是说 可以说经费很少 但是大家在文童参数都很拼死的 都很认真 都很认真 可以说让我们的国家 可以有能见度 所以他们真的是都用拼命 拼死命的来政策 当然我看到 人家有洲城市办理的国际赛事的场域 这么的好 那我们台湾 我看得很新鲜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今天会在这里重复的讲 就是因为我们高雄市 尤其我们的溜冰去棍球 也是很好的这个生性 但是看得人 亚洲城市有这样子的 那么好的场域 但是就直排轮 直排轮它分为有长竿 25×50 它这是用水泥 运动地板 那短竿 它是用木板 压力 漆油 国际总会认可吃的材料 它认可的材料 但是场地大小不同 它无法再练习 我们隔壮期 尤其在我们大平顶 它是大型的 它是属于长竿的场域 但是如果我们要练习短竿的时候 它大小不同 没有办法练习短竿的 专用战术 这是本席要跟局长 我相信局长你也很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高雄市 人武高雄国际 这个华轮溜冰场 有这么漂亮 你看它整个 哇 看起来很新鲜 我们是原高雄市的 那现在县市合并之后 当然我们都是同一个人 但是我们不能差太多了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 大平顶直排轮溜冰场 也培育这么多 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 但是在这么不好的 运动场合里头 它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这个也感谢 这个是刘教授 这是我们的专员嘛 我们都去看了 一次一次的去看 但是也看不到 但我知道现在应该有契机 也应该我们交易局现在也一直 你看我们连续拿下三戒 短竿 并排溜冰曲棍球 国家代表队 但是我们却没有短竿的练习的球场 所以也经过我们多次的去会刊 那 但现在是还没有一个 正式的去做编列预算 但是相信我们的职业 你们有听到 本社的赏音 我们光是这个地方 我们的副作 还有处长 还有我们的体健科的科长 韩科长嘛 还有专员 那因为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们局长很不容易 我就是说我们的市民朋友 有在一直在反应 那我觉得说我如果没有 没有这样子一次一次的去讲 我想我们局长那么忙 但是你的忙 但是也有照顾到我们这个区块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 尤其在这一次的台风 我看到很多的学校 尤其校长 主任整个团队 家长会 志工团 那看到我们交易局的 各科室的科长 包括局长 大家都副作你们 都非常的忙碌 都一直在了解 整个我们高工市的各级学校的状况 真的是 我看到你们 要叫我在这里 很大声给你们咨询 我真的也于心不忍 我看到真的是 大家都整个动起来 尤其 我看到FB 现在FB 就是用LINE FB 我看来我都给他们按赞 有的地方我都亲自都去看 但是整个高工市 学校 各级学校真的是 灾害实在很严重的 但是因为我是前任小港选出来的 我必是针对我前任小港的各级学校来做请命 因为我今天就30分钟而已 我没有办法把一一的各级学校的状况都一一的呈现 那因为我长期关心教育 那都在基层 而且我们很多的很多所学校的妈妈的家长 家长会看到我 她就觉得 我是扮演着小朋友婉容妈妈的那种心情 那种态度来真正去关心他们 所以等一下我呈现的东西 也不是学校提供给我的 那是因为家长跟我讲 后来我就去直接去跟学校对话 那我有去看了几个地方 是因为我提出 我要去会看 所以我们才一起去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 我们教育局你知道说 好长 朱林 老师 这有些人 我觉得他们都很谦卑 他们也不敢说越权 也不敢说 他们就是尽力尽心尽力去做 那有很多的讯息 都是来自家长 来告诉我 那我如果出去 因为我在基层 我走很近 随时我们的孩子都会看到我 看到我 有时候很可爱 我如果到学校 那个小朋友要叫婉容妈妈 我们学校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好 我们市长 还有我们局长 还有我们的各科市的科长 他们有听到 也知道校长的用心 也知道我们整个学校的 大家真的都动起来 所以我真的也感谢我们家长会 在会中 带很多志工 真的是包括 是在顾期望 等一下我再慢慢的秀给你们看 好 那我就针对大平鼎的问题 那这大平鼎 相信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就秀给那个 局长你们再重新看一次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处长 你也针对我的power point 你看一下 你不要忙你的事情 我希望说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这个都是我曾经讲过的事情 好 那现在因为 莫拉克台风之后 真的是场不忍睹啊 整个主场 都 圍里都倒塌了 刚刚我诚信的是 过去还没有莫拉克 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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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南 莫南帝 莫南帝 莫南帝台风 没人在的 真正来给我们敲门 这个莫南帝 之前是这样子的 样子 这次莫南帝 莫南帝 莫南帝 你看整个 都坍塌 这个 这个事情好像我们 局长也看到了啦 整个主场 主妇 场 他的遮阳棚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说 莫南帝 莫南帝 后的这个 主妇 这个 主党 跟妇党 这个遮阳网 完全都没有了 所以 也希望说 他的金会 也需要一百万 那 这个话 不是学校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 我们的 直排轮的 训练场域 所以 我想 你们都没有去 他做 有以上的关心 我不知道 这是本市 把你们整个 水塔 他 前面入口的铁门 也都 都失败了 整个 都失败了 结果 你们都知道 他们这 现在都有 也 也谢谢我们 教育局的支持 但是我想 你们的 那个金会 一直都没下来 好 那我就针对那个 塞卡国中 这个塞卡国中 四角国中 真的是 非常惨 他这个是 一张手 这个手 手头 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是 他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再等一下 我再来讲 这是 大礼堂 整个 都 翻起来了 整个 这个校长 那他 光是屋顶 铁皮屋 他需要250万 那加上 清缸架 还有空调 影音 要350万 那 加总起来 差不多要600万 我说 打掌 手骨 电刀用 局长 思雅国中的大礼堂 他这个大礼堂 已经很老旧了 已经50年了 他的 旧 他是用那个 铸造的结构 但是他整个 他的结构体 有可能 有可能 有问题 是不是 你们可以 請 结构师 去了解一下 刚刚我讲的 可能是 在 中期 你们用 短中 长期来做 做 看你们要怎么去 跟中央去申请金会 还是我们自己要编列预算 那这个是比较紧急的 比较急迫性的 教学大楼 上面的红砖网 都让我们的红胎 掀开了 这里 你看 局长看一下 这个都是 会掉下来 光是要去做 30万 现在要需要30万 当然 学校是不是 有这么多的钱 我想 我们交集应该去预注 那这个是 台风以后 这个 一棵大 菩提树 它 压倒了 你知道 它 倒过的那个地方 刚才是好事多 那 还好 他们有 刚才有做保险 有那些保险 那把好事多 背了 然后好事多 也是好邻居 可能 就已经解除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坍塌的 花糞池 这个花糞池 刚好在我们 学校的正对面 这个都已经塌陷了 有一所学校 好像云里有一所学校 就像花糞池 有一天 好像是校长 还是里面的人 还是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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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就这样子 踩了 那种 发糞池里头 好像是云里 有这样的例子 那我想 我们高雄市 是这个院辖市 不再有这样子的 事情发生 它是 发糞池 那我也透过 横向的 连结 我有请那个 水利局 是不是他们那里 屋后沟 是不是已经有到那边了 如果 用屋后沟 那 是不是可以去用接管的 那种方式去做 那我也有接洽了 那这个是前证国中的事情 因为我今天可能时间也不 不允许我讲很多了 但是我能够呈现的 我们就来给它呈现给你们看 但是我没有讲的 我也希望说 全高雄市整个学校都需要去关心 但是真的是有分紧急的 急迫性的 都是要给他们做一个关心 像这个前证国中 他也 他的修算会也需要八十万 那真的 在这一次的台风 真的是连跟靶的那个数目 真的太多了 那学校 那这个是 好像 这个是升级杆 也是 也是倒下去了 那学校也要校庆了 甚至这种是会比较紧急的 可以冠近来好玩 做修散 那新人国中 哇 新人国中也是很恐怖的 因为前证小岗 位于我们的地理环境 就刚好都在海边 前证都是近海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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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特别 那种风的草 可能更厉重 那这个是 新人国中 整个 这个通学步道 都已经很严重 都把他围起来了 黄网线都把他围起来了 这个是新人国中的部分 你知道吗 我这次 墨南地台风来的时候 我真的 我看到很多的家长 包括小孩子 大家都在他们家都拿鞠子 我也都去那里做 我看了他们那里做都做不完 我没有办法 我第一时间看到就是 前镇高中 新人国中 就是那个镇昌国小 就在我们的前面 我看到家长 我还跟他买鞠子车 都免费的 我们都去帮忙他们 第一时间都去帮忙 因为看到 那么多人在到三天 我们都去找很多的朋友 去协助帮忙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 真的很团结的地方 我觉得感到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本身都 都身体力行 都去他们做常务 这个都也是 那个局长 那个各科室主管 你们也看看一下 我没有办法 一一的 这样子的讲 我想应该 我们那个教育局局长 我觉得你很棒 你们整个团队 都启动那个机制 把各所学校 你们都会智慧 他们对一间学校 有缺什么 对一些比较紧急的 你们都会去普查 那这样子很棒 那给学生 给家长 安心 给学生 有安全的校园 可以进出 那是很棒的 但是 你们一下子 钱没有办法 挹注的时候 就是等 中央补助 钱下来的时候 进会下来的时候 你们要回补给他们 这个是 应该 我觉得 应该 局长你们都有这样做 那他明镇国小 明镇国小 真的就很惨了 明镇国小 他的明镇楼屋顶 他这个落水 真的是急需要 去做个改善 因为 他这个冷却 冷却的水管 水塔 他的管线 已经 锈时 渗水 很严重 那那一天 我很感谢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 国小教育科 也请了 建筑师 我们的 会长 还有校长 我们一同去看 他这个 真的是 滴水 滴到不行 因为 他这种 已经是 已经废弃的东西 我们就要 赶快把它拿掉 不要在那边 承载 那个重量 已经 我们这个已经 好像是 三四年 四十一年的 老旧建筑物 那又 都得 他这个是建筑师 我们都有在现场看 来 来 我们 继续 这个是 那 局长 更好笑的 就是 那个民政楼 的盯管 它的那个 你看 这个是 滴滴答答的 那个水 这个小朋友 在这边 上课 滴滴答答的水 孩子会滑倒 这个可能是 紧急来做 处理改善 那 这个 冷却水塔 下方管线 要一并的移除 一劳永逸 解决 屋顶 渗水的问题 他这个是 已经都老旧腐蚀了 好 那 刚刚 这个是 批五跑道 那批五跑道 这个是 见仁见智 如果说 要来做 那个 红土的 操场 如果到底 和好民 居民 他们就 也反对 因为 这个 操场 它是 国际型 标准型的 批五跑道 那如果说 都来用 红土 那这是 可以讨论的 我也没有 什么 特别说 一定要用红土 一定要用 批五跑道 这个是 全世界 应该是 我觉得是 可以讨论的 那如果说 我们用红土了 因为 在学校的 学校的操场里头 我们要 学校的操场 就是都 空旷的 尤其是 我们南部 尤其是 我们前年小港 尤其是 尘土飞扬的时候 到底 储兵 到底 赵金的 基民 他每天 他真的都在那里 吃山 每天都在 吃紅头 他们也 怎么办 所以 这个 我是觉得说 那在 现阶段 我想 这个 小港 国中 他的 地区 他们的居民 是有很多人 每天 早上 晚上都在那里 慢跑 在那里 走动 那你 这样子的一个 跑道 不把小朋友 跌倒 都 都 真的 找到 全胸 那这个是 我把这个 整个现象 告诉 那个 局长 那 小港 国中有八间的 老旧厕所 已经超过 二十年了 他也需要 整修了 这个 这个是 才好笑 这也是 我之前 有讲 有讲 但是 也都一直 没有去改善 那因为 这一次的台风 这是 之前 本席 有在 意识厅 有做建议 那你们 也都没有 去做 这一次 刚好 这个 漠南地台风 把这个 围墙 都把他弄倒了 都把他弄倒了 看你们是要怎么 关心 来改善 好不好 那 因为 我们 全镇小港 各级学校的 学校 真的是 需要我们去关心 但是 因为我时间的 不允许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一一的 来呈现 但是 今天 本席 我们 各位 家长 各位 我们的 家长会 阮容 今天 没有呈现在 我们议会来讲 没有 不表示 我没有关心你们 我真的 阮容 关心你们 我也很爱你们 爱我们的孩子 如何在 很安全 能够 在这边 很快乐的成长 所以 因为我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一一的 跟我们全镇小港的 每所学校 所发生的灾害的情景 来呈现 那 我事后 我会一一的去追踪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那我现在就要来 这个小港高中 当然也谢谢 我们都有去做 那个 检 动土 检查了 那瑞峰国小的 校舍改建的进度 那我们是不是 光华国中 也因为 我们 这样子的 努力 那也 也要进行 花包了 那瑞翔国小的 体育楼 他的屋顶 漏水 也已经改善了 那这个是当时的 屋顶防漏的状况 但是我要跟局长 您讲 您来看看一下 瑞翔国小 也因为本席在议会 有职群 那他们现在都已经改善了 那所以 这个瑞翔国小 就等于刚刚 本时有在讲 民政国小的状况一样 刚刚就是这样 很恐怖 但是 经过你们的用心 也有预算 预注 结果他们现在 弄得很好了 大家都很开心 中山国中 他的大礼堂老舅 也需要去做修缮 这个是 这个是施工 潜恩施工后 他们也 非常的感谢你们 所以他们也 我在咨询的时候 他们也说 都来 一一 加厂 都会来给我 做回复 那我说 好 那我也 在这里也一并 帮忙你们 跟交易局 说谢谢 好 刚刚 那个 来 没有人吗 好 那 我刚刚 有秀到一个 小 前镇国小 前镇国小 你是不是可以 退回一下 让局长也看一下 让国小教育科的 退 来 好 局长 前镇国小 我觉得他这个 政校长 他很棒 他 南球场 因为 不是 刚才就改了 因为南球场 他是 需要去改善 因为 他整个都是 积水 滴滴答答 那我说他 很棒 是因为 前镇国小 很多的老旧校舍 那 也 我们现在 我们市长 还有我们的中央 弄我的工 长照的问题 还有 就是 独居老人 用餐 送餐 让我们的独居老人 都可以 跟社区 融入在 一个很快乐 那 可以帮他们 量血压 可是 我觉得 曾校长 他 真的 因为社会局 他的 地方不足 但是 我们就去 媒合 我们 前镇国小 那 去做 很多的 让我们居民 让我们的 老长辈 都可以 这个可能 我会在社会 设政的时候 来讲 那 这个部分 我先预告了 那 可能 我时间的不允许 剩下十分钟而已 等一下 请我们的 那个 局长来 帮我 回应一下 那 我也不要 占用大家 太多的时间 我把我的时间 那 这个地方 我希望说 体健科 我们的 国小教育科 你们去 可以帮忙 我们去看一下 那 这个是很严重 那是因为 我去 看 这个是我自己 看到的 因为 我去 看到那个 因为 独居老人 安置 在那个 前任 国小的一个 闲置的空间 那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的区公所 也寄出一些经费 那我们社会局 那 未来可能会在这边 做启用典礼 那 那 是因为我看到了 那 我就 把它 好 就做以上的说明 那这个部分 我可能 总咨询的时候 我再来讨论 再来探讨 那 我 讲这么多 应该我们局长 我感觉 我感觉 我对你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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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他是 在中央部会 也 呆了 他真的是 很有高度 广度 深度 那是不是 让我们 最有深度 广度 有高度的 局长 来给我 回应一下 主席 我们真的 非常谢谢 婉容议员 把你对小岗 跟前证区 所有的学校 都关心的事情 在灾后 几乎代替教育局 整个都去看了一遍 然后把问题 反映给我们 那其实每一个 都已经列入 我们灾后复原的 需求里头了 那更不要讲 这几年 你所关心的 那些学校 大概都逐步 都在完成之中 那今天 你特别关心的 就是这一个 就是大平顶 这个直排轮 曲棍球的场所 在你反映之后 其实9月26号 我们一起去 虽然那天很匆忙 但是总是 要到现场 才能有临场感 而且了解说 这个场所 是啊 所以我一定要你去 对当地的学生 还有邻近的 这个学校的学生 其实蛮重要的 而且从全国性来看 也是国内少有的 一个有国际赛事的 条件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在 它是有国际条件的 但是基础不够 对啊 所以我们在 10月17号 跟议员说一下 我们当时就 由教育局 邀集了 中华民国 冰球协会 这是全国最重要的 单项协会 还有体育处 还有发展的学校 来召开 这个研商会议 研议怎么样扩大了 我们的直排轮曲棍球的 运动人口 就是怎么从基层 开始砸根 那举办相关的赛事 跟活化场地 也配合这个 中华民国 冰球协会 评估来建制 这个冰球场 那这个其实很被需要 你把它跟这个 人舞的 华人流冰场 来对照 其实如果高雄 能够建制一个 好的 复合国际级的 一个 这个 冰球的 这个场所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目前呢 我们已经就提出 这个规划申请 要提给体育署 那这个体育署 目前来讲 刚刚提到的损坏 加上台风的 风灾损害等等 大概是525万 525万的经费 但是如果要做 短干练习或者比赛 还有并排溜冰的 曲棍球场 还需要1800万 所以这个 冰球协会的相关的 这个教练等等 都做好的规划 我们就要送给 这个体育署 那我们也会 跟体育署沟通 也希望透过 我们中华民国的 冰球协会 跟体育署沟通 就是这是配置问题了 那国家 你要不要在 南台湾设计 把这个现有的场所 改造以后 它做全国赛 国际赛 它其实就会提升很多 这是一个 很大的重点 那我也很高兴 这个方向 已经很明确了 我真的很谢谢 林议员一直关心 那刚才提到 好多好多的学校 那其中议员 特别关心的可能是 施贾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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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 施贾国中 你刚刚看到 那个大礼堂倒塌的 那个问题 后来我们也是 邀请这个专业者 进去评估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 建筑师工会 勘查以后 它的整个经费 下修到292万 大致就可以去做一个 好的一个重建 那我们的规划设计费 是28万多 已经先给他们 现在就在做规划设计中 那至于说 那个教学大楼的屋顶 画份池等等 都会列入经费补助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议员刚刚提了 很多很多的案子 特别是提到了 像前镇国中 新人国中 明镇国小 小岗国中 那小岗高中活动中心 事实上 已经快完成了 还有我们的前镇国小的 篮球场 瑞丰国小 光华国中 瑞祥国小 中山国小 想说议员你关心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会逐步来 完成这些事 那以小岗国中的 PU跑道来讲 还有他的老旧厕所 老旧厕所 已经列入 明年度的计划里头了 那PU跑道 已经送给 这个体育署 申请那个 补助的经费 那有提到 这个前镇国小 篮球场 你说你路过 看到他的积水状态 希望能够获得改善 那前镇国小 目前正在 新建校舍中 所以我们希望看 他能够 是不是能够 同步来完成 这个改善 做一点评估 那如果经费不多 如果经费不多 我们就让他进行的快一点 那以上我想 大概都有提到 那今天真的不能够 一一回应 因为你关心的议题 非常多 全面性的关照了 我们前镇小岗区的学校 那这一次的风灾呢 确实前镇跟小岗的 风力的激素是最强的 所以受损是非常的严重 就像议员刚刚说到 这个灾后复原 我们一共只有四天时间 所以你提到说 自己的学校 自己来救 这我们真的很感动 大家就是同心协力 到顶来把学校复原 到礼拜一可以开学上课 那这个后续的 这个复建的工程 就是按部就班一起来 我们分成ABC三级 那这个比较严重的 就现在已经开始规划设计了 那其他等中央核定经费呢 我们希望尽快在 三到六个月之间 要把它全部完成 好吧 以上 谢谢 谢谢 今天所有的议员登机 咨询都结束 那明天早上九点继续开会 上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